《红楼梦》卷二十五 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 就有几个丫头来会她去打扫房子地面 提洗面水 这小红也不梳洗 像镜中胡乱挽了一碗头发,洗了手 腰中竖一条汗巾,便来打扫房屋 谁知宝玉昨儿见了她,也就留心 若要指明换她来使用 一则怕袭人等多心 二则又不知她是何性情 因而纳闷 早晨起来也不梳洗 只坐着出神 一时下了窗子 隔着沙梯子,向外看得真切 只见几个丫头打扫院子 都擦枝抹粉,插花带柳的 独不见昨儿那一个 宝玉便撒了鞋,走出了房门 只装作看花,东瞧西望 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杆旁 有一个人已在那里 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 前进一步,仔细一看 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 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 正想着,忽见避痕来请她洗脸 只得进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小红正自出神 忽见席人招手叫她 只得走上前来 席人笑道 我们的喷壶坏了 你到林姑娘那边借来移用 小红便走向萧香馆去 到翠烟桥 抬头一望 只见山坡高处都拦着帷幕 方想起,今日有将义在此种树 原来远远的一簇人在那里掘土 甲云正坐在山子石上监工 小红带要过去,又不敢过去 只得悄悄向萧香馆 去了喷壶而回 无精打采,自向房内倒着 众人只说她是身子不快 也不理论 过了一日 原来次日是王子滕夫人的寿蛋 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 王夫人见贾母不去 也便不去了 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 并贾家三个姊妹 宝钗宝玉一起都去了 至晚方回 王夫人正过薛姨妈房里坐着 见贾桓下了学 命她去炒金刚经咒讽 那贾桓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 命人点了蜡烛,拿枪做事的抄写 一时又叫采云倒茶来 一时又叫玉串捡蜡花 又说金串挡了灯链 众丫鬟们素日厌恶她 都不搭理她 只有彩霞还和她合得来 倒了茶与她 音向她悄悄地道 你安分些吧 何苦讨人厌 贾桓把眼一瞅道 我也知道 你别哄我 如今你和宝玉好 不大理我 我也看出来了 彩霞咬着牙 向她头上戳了一指头 道 没良心的 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歹 两人正说着 只见凤姐同着王夫人都过来了 王夫人便一长一短 问她今日是哪几位堂客 细闻好歹 酒席如何 不多时 宝玉也来了 见了王夫人 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 便命人除去了墨鹅 脱了袍符 拉了靴子 就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 王夫人便用手 妈撒弄她 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 说长说短 王夫人道 我的儿 又吃多了酒 脸上滚热的 你还只是揉搓 一会子闹上酒来 还不在那里静静地躺一会子去呢 啊 说着便叫人拿枕头 彩霞的手 彩霞夺夺手不肯 便说 再闹就嚷了 二人正闹着 原来贾桓听见了 速日圆恨宝玉 今见他和彩霞玩耍 心上越发暗不下这口气 音已沉思 记上心来 故作尸首 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 向宝玉脸上指一推 只听宝玉 哎呦的一声 满屋里人都吓一跳 连忙将地下的触灯 移过来移照 只见宝玉满脸是油 王夫人又气又急 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 一面骂甲环 凤姐三步两步上抗去 替宝玉收拾着 一面说道 老三还是这样毛脚鸡似的 我说你上不得台盘 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她 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 所以叫过赵姨娘来 骂道 养出这样黑熏种子来 也不教训教训 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 你们一发得了义了 一发上来了 那赵姨娘 只得忍气吞声 也上去帮着他们 替宝玉收拾 只见宝玉左边脸上 起了一溜疗泡 醒而眉伤眼睛 王夫人看了 又心疼 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 急得又把赵姨娘骂一顿 又安慰了宝玉 一面取了败毒伞来敷上 宝玉说 有些疼 还不妨试 明日老太太问 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 凤姐道 别说自己烫的 也要骂人不小心 横竖 有一场气的 王夫人 命人好声 送了宝玉回房去 席人等见了 都慌得了不得 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的门 便闷闷的 晚间打发人 来问了两三遍 知道烫了 便亲自赶过来 只瞧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 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药 黛玉只当十分烫得厉害 忙进前瞧瞧 宝玉却把脸遮了 咬手叫她出去 知她素性好奇 故不要她瞧 黛玉也就罢了 但问她 疼得怎样 宝玉道 也不很疼 养一两日就好了 林黛玉坐了一会儿回去了 次日 宝玉见了贾母 随自己承认自己烫的 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 过了一日 由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到府里来 见了宝玉 吓了一大跳 问其缘由 说是烫的 便点头叹息 一面 一面向宝玉脸上 用指头画了几话 口内嘟嘟囊囊的 又咒送了一回 说道 保管好了 这不过是一时非灾 又向贾母道 老祖宗 老菩萨 哪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厉害 大凡 王公倾向人家的子弟 只一生长下来 暗里 便有许多猝侠鬼跟着他 得空 便拧他一下 或掐他一下 或吃饭时 打下他的饭碗来 或走着 推他一跤 所以往往的 那些大家子孙 多有长不大的 贾母听如此说 便问 这有什么 佛法解释没有呢 马道婆便说道 这个容易 只是多替他 做些因果善事 也就罢了 在那经上还说 西方 又为大光明 普照菩萨 专管照耀阴暗邪碎 若有善男信女 潜心供奉者 可以永保 儿孙康宁 再无 壮克邪碎之灾 贾母道 倒不知 怎么供奉这位菩萨 马道婆说 也不知什么 不过 除香烛供奉以外 一天 多天几斤香油 点个大海灯 这海灯 便是菩萨 现身的法相 昼夜不敢熄的 贾母道 一天一夜 也得多少油 我也做个好事 马道婆说 这也不拘多少 随施主怨心 向我家里 就有好几处的 王妃告命 供奉的 南安郡王府里太妃 他许得怨心大 一天是四十八斤油 一斤灯草 那海灯 也只比刚 略小些 锦香侯的告命 四亿等 一天不过二十斤油 再有几家 或十斤 八斤 三斤 五斤的不等 也少不得 要替他点 贾母点头思寸 马道婆道 还有一件 若是为父母尊长的 多舍些不妨 若老祖宗为宝玉 若舍多了 怕哥担不起 反折了福 要舍 大则七斤 小则五斤 也就是了 贾母道 既这么样 便一日五斤 每月 打总官了去 马道婆道 阿弥陀佛 慈悲 大菩萨 贾母 又叫人来 吩咐 以后 宝玉出门 拿几串钱 交给他的小子们 一路施舍与 僧道贫苦之人 说病 那道婆便往各房 问安闲 问安闲逛去了 一时 来到赵姨娘房里 二人见过 赵姨娘命小丫头 倒茶给她吃 赵姨娘正沾鞋呢 马道婆 见炕上堆着些零星绸缎 音说 我正没有鞋面子 奶奶给我些零碎绸子段子 不拘颜色 坐双鞋穿吧 赵姨娘叹口气道 你瞧 那里头还有块成样的吗 就有好东西 也到不了我这里 你不嫌不好 挑两块去就是了 马道婆便挑了几块 噎在怀里 赵姨娘又问 前日我打发人 送了五百钱去 你可在药王面前 上了供没有 马道婆道 早已替你上了供了 赵姨娘叹气道 阿弥陀佛 我手里但凡从容些 也时常来上供 只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马道婆道 你只放心 将来熬得还歌大了 得了一官半职 那时你要做多大功德 还怕不能吗 赵姨娘听了 笑道 爸 爸 再别提起 如今就是榜样 我们娘们 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 宝月还是小孩子家 长得得人印 大人偏腾她些 也还罢了 我只不服这个主 一面说 一面伸了两个指头 马道婆会应 便问道 可是脸儿奶奶 赵姨娘吓得忙咬手 起身掀帘子一看 见无人 方回身向道婆说 了不得了不得 提起这个主 这一份家私 要不都叫她搬了娘家去 我也不是个人 马道婆见说 便叹她的口气道 我还用你说 难道都看不出来 也亏你们心里 也不理论 只凭她去 倒也好 赵姨娘道 我的娘 不凭她去 难道谁还敢 把她怎么样呢 马道婆道 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 你们没本事 也难怪 明里不敢怎样 暗里也算计了 还等到如今 赵姨娘闻听 这话里有话 心内暗暗的欢喜 便说道 怎么按理算计 我倒有这个心 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 你若交给我这法子 我大大的谢你 马道婆听了这话 打拢了一处 便又故意说道 阿弥陀佛 你快修问我 我哪里知道这些事 醉醉醉过过的 赵姨娘道 你又来了 你是最肯计困浮灰的人 难道 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 摆布死了我们娘两个不成 难道 还怕我不谢你吗 马道婆听如此 便笑道 若说 我不忍你们娘两个受别人委屈 还有可 若说谢 我还想你们什么东西吗 赵姨娘听这话松动了些 便说 你这么个明白人 怎么糊涂了 果然法子里面 把他两人绝了 这家司还怕不是我们的 那时候你要什么不得呢 马道婆听了低头半日 说 那时节事情妥当了 又无凭据 你还理我呢 赵姨娘说 这又何难 我攒了几两梯极 还有些衣服首饰 你先拿几样去 我再写个欠银文器给你 到那时 我赵树给你 马道婆道 使得 赵姨娘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 连忙开了香柜 将衣服首饰拿了些出来 并踢即散碎银子 又写了五十两一张欠约 递于马道婆道 你先拿去做个供养 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 又有欠字 虽不顾青红皂白 满口应成 伸手先将银子拿了 然后收了欠气 向赵姨娘要了张纸 拿茧子 搅了两个纸人 递于赵姨娘 叫把她二人的年羹 写在上面 又找了一张篮纸 搅了五个青面鬼 叫她病在一处 拿针定了 我在家中做法 自有笑颜的 说完 呼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 奶奶可在这里 太太等你呢 二人散了 不在话下 却说林黛玉 因宝玉叹了脸 不大出门 到时常在一处说闲话 这日饭后 看了两篇书 又同子涓等 做了一会针线 总闷闷不输 一同信不出来 看亭前 才蹦出的心损 不觉出了院门 来到园中 似妄无人 唯见花光鸟雨 信不便往怡红院来 只见几个丫头咬水 都在过廊上 看话没洗澡呢 听见房内笑声 原来是李公才 凤杰宝钗都在这里 一见她进来 都笑道 这服又来了两个 黛玉笑道 今儿齐劝 谁下帖子请的 凤姐道 我前日打发人 送两瓶茶叶玉姑娘 可还好吗 黛玉道 我正忘了 多谢想着 宝玉道 我尝了不好 不知别人尝了怎么样 宝钗道 味道好 只是眉甚颜色 凤姐道 那是鲜罗国共的 我尝了 也不觉甚好 还不如我们常吃的呢 黛玉道 我吃着好 不知你们的脾胃 是怎样的 宝玉道 你说好 把我的都拿了去吃吧 凤姐道 我那里还多着的呢 黛玉道 我叫丫头娶娶 凤姐道 不用 我打发人送来 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 一同叫人送来 黛玉听了 笑道 你们听听 这是吃了她家一点子茶叶 就使唤起人来了 凤姐笑道 你既吃了我家的茶 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 众人都大笑不止 黛玉红了脸 回过头去 一声不言语 宝钗笑道 我们二嫂子的挥鞋是好的 黛玉道 什么挥鞋 不过是贫嘴见舌的讨人厌罢了 呸 说着又催了一口 凤姐道 你替我家做了媳妇 少些什么 指着 宝玉道 你瞧瞧 人物配不上 门地儿配不上 跟今儿家私配不上 哪一点儿便辱了你 黛玉起身便走 宝钗叫道 平儿急了 还不回来呢 走了倒没意思 说着 站起来拉住 才至房门 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 都来瞧宝玉 宝玉与众人都起身让座 读凤姐不理 宝钗正欲说话 只见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说 舅太太来了 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 李公才连忙同着凤姐走了 赵州两人也辞了出去 宝玉道 我不能出去 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 又说 林妹妹 你略站一站 与你说句话 凤姐听了 回头向林黛玉道 有人叫你说话呢 便把黛玉往后一推 和李丸一同去了 这里宝玉拉了黛玉的手 只是笑不说话 黛玉不觉又红了脸 正着要走 宝玉道 哎哟 好头疼 黛玉道 该 阿弥陀佛 宝玉大叫一声 江山一跳 离地有三四尺高 口内乱嚷 尽是胡话 黛玉并众丫鬟 都吓慌了 忙抱之王夫人 与贾母 此时 王子滕的夫人也在这里 都一起来看 宝玉一发拿刀弄杖 寻死觅活的 闹得天翻地覆 贾母 王夫人一见 吓得抖一乱战 耳一声 肉一声 放声大哭 于是惊动了众人 连贾舍 行夫人 贾真 贾正 并 脸 容 云平 薛姨妈 薛盘 并周瑞家的 一干家中 上下人等 并 丫鬟 媳妇等 都来园内看事 等时乱麻一般 正没个主意 只见凤姐 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 砍进圆来 见鸡杀鸡 见犬杀犬 见了人 瞪着眼就要杀人 众人一发慌了 周瑞媳妇 带着几个厉大的女人 上去抱住 夺了刀 抬回房中 平儿 风儿等 哭得哀天叫地 贾正 也心中着忙 当下 众人七言八语 有说颂碎的 有说跳神的 有见玉皇阁 张道士 捉怪的 整闹了半日 祈求祷告 百般一致 并不见好 日落后 王子腾夫人 告辞去了 此日 王子腾 也来问候 接着 小使侯家 刑夫人弟兄 并各亲戚都来瞧看 也有送福水的 也有见僧道的 也有见衣的 他疏扫二人 一发糊涂 不省人事 身热如火 在床上乱说 在床上乱说 到夜里更甚 因此 那些婆子丫鬟 不敢上前 故将她 疏扫二人 都搬到 王夫人的上房内 拙人 轮搬首饰 贾母 王夫人 行夫人 并须姨妈 寸步不离 只围着哭 此时 贾舍贾正 又恐哭坏了贾母 日夜 遨游废火 闹得 上下不安 贾舍 还客处 去寻觅僧道 贾正 见不孝眼 殷族 贾舍道 儿女之树 总有天命 贼人 立可抢 她二人之病 百般医治 不孝 像是天意 该如此 也只好 游她去 贾舍不理 仍是百般 忙乱 看看 三日光阴 那凤杰宝玉 躺在床上 连气息 都灰了 何家都说 没了指望了 忙得将她二人的后事 都置备下来 贾母 王夫人 贾脸 平儿习人等 更哭得 死去活来 只有赵姨娘 外面假作忧愁 心中称愿 至第四日早 宝玉 忽睁开眼 向贾母说道 从今以后 我可不在你家了 快打发我走吧 贾母听见这话 如同摘了心肝一般 赵姨娘在旁劝道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 哥儿已是不中用了 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 让她早些回去 也免她受些苦 只管舍不得她 这口气不断 她在那里 也受罪不安 这些话没说完 被贾母照脸 催了一口唾沫 骂道 呸 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 怎么见得不中用了 你愿意她死了 有什么好处 你别做梦 她死了 我只和你们要命 都是你们速日调缩着 逼她念书写字 把胆子吓破了 见了她老子 就像个闭猫鼠一样 都不是你们这起小腹调缩的 这回子逼死了她 你们就随了心了 我饶哪一个 我饶哪一个 一面哭 一面骂 贾正在旁 听见这些话 心里越发着急 忙喝退了赵姨娘 委婉劝解了一番 呼有人来回 两口棺木都做起了 贾母闻之 如刀刺心 一发哭着大骂 问 是谁叫做的棺材 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 打死 闹了个天翻地覆 呼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 念了一句 拿摩解冤 有那人口不利 家宅不安 中邪碎 逢凶险的 我们善能医治 家母王夫人 贾母王夫人 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 原来是一个赖和尚 同一个博道士 那和尚是怎样的 那和尚是怎样的模样 那和尚是怎样的模样 相逢若问 家何处 却在蓬莱 若水溪 贾正因命人请了进来 问他二人 在河山修道 那僧笑道 长官不消多话 因之府上人口欠安 特来医治的 贾正道 有两个人中了邪 不知有何方可治 那道人笑道 你家现有西市之宝 可治此病 何须问方 贾正心中便动了 因道 小儿生时 虽带了一块玉来 上面刻着 能除胸邪 然意未见灵效 那僧道 长官有所不知 那宝玉原是灵的 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 故此不灵了 你今将此宝取出来 待我持送持送 就依旧灵了 贾正便向宝玉巷上 取下那块玉来 递与他二人 那和尚情在掌上 长叹一声 道 轻耿风下 轻耿风下 逼来十三载矣 人世光阴迅速 尘缘未断 奈何 奈何 可现你当日那段好处 天不居系 地不济 心头无喜 亦无悲 只因锻炼通灵后 便向人间惹是非 可惜今日这番经历呀 粉字之痕 乌宝光 防龙日夜 困鸳鸯 尘寒一梦 终须醒 冤寨长青 好散场 念碧 又磨弄了一回 说了些风话 递与贾政道 此物以灵 不可亵渎 悬于卧室砍上 除自己亲人外 不可令阴人充犯 三十三日之后 包管好了 贾政 盲命人让茬 那二人已经走了 只得一言而行 凤姐宝玉 过一日 好似一日的 渐渐醒来 知道饿了 贾母王夫人 才放了心 众子妹都在外间 听消息 待遇 先念一生佛 宝钗笑而不言 西春道 宝姐姐笑什么 宝钗道 我笑如来佛 比人还忙 又要度化众生 又要保佑人家病痛 都叫他诉好 又要管人家的婚姻 叫他成就 你说 可忙不忙 可好笑不好笑 一时 林黛玉红了脸 脆了一口道 呸 你们都不是好人 再不跟着好人学 只跟着凤丫头 学得贫嘴 一面说 一面先连子出去了 欲知端详 下回分解